车子被撞凹了 不论是程度大小都会让人很生气 不过现在有一种凹痕的回复技术 号称它可以处理普通的九温凹痕或是折痕 让有小凹痕却可以在原期不被破坏 或是拆装车体零件的情况之下 能够顺利的恢复平整度 像这样倒车不小心撞到后面的车子出现凹痕该怎么办 不要担心现在有个比较特别的技术 可以让你十分钟内就搞定 外出停车开车门一不小心很容易撞到旁边出现凹痕 不论多好的车都有机会中奖 不过现在有专门处理凹痕的技术 悄悄打打看师傅仔细处理 用铁器伸进车身把凹痕敲回来 每个步骤小心翼翼 伸进去之后然后让它推回来 慢慢的把它推回来 那有凸起的部分我们再用特殊工具再把它敲回去 原本车身上凹痕经过师傅巧手 十分钟后立刻变回原本状况完全恢复 因为平常找有擦状换板金烤漆 少说要五千块以上还会有色差 不过利用这个凹痕回复只要一千块 几乎是两则价格 让许多人趋之若鹜 省湿 省钱 方便 因为一般的传统板金 他们需要板烤的话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而且价格也相对的比我们贵 不过这种技术也有限制 包括车身ABC柱 车户车门缝隙 互定和牛腿处理难度高 如果车子折痕超过20公分 凹痕超过10公分 也一样无法修复 虽然无法取代板烤技术 不过也提供车主另一种修车选择 这次有许多人杨荣 配报道